客室工艺对于工作温度的要求严格 对于不同的工艺参数 客室机的一个工作平台的要求 工作温度从零下20度到80度不等 这都需要通过温度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加热或制冷 来保证工作台的一个温度 同时客室器体能在增工环境 高频电厂下的作用产生灰光放电 会瞬间产生大量热量 如果产生热量不能很快被释放 工作平台的温度就不断升高 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温度控制系统 在短时间内带走50%以上热量 其余热量被反应枪追踪过的情况 才能使工作平台的一个温度平衡均匀 因此客室机的一个整个温度控制系统 可以看作一个智能系统 客室机的一个温度控制系统 主要由智能机温度传感器 流量器工作平台等管路构成 智能机的要保证我们智能加热的一个功能 能够满足工作平台的无理要求 并且能够带着百分之50以上的高频感 电流时间产生的热量 不好看 我们下期见 最近我们簽了台课 这个墙的业度 我们下期再见 它很感变